人到了六十岁,绝大部分人都已经退休了,人生开始步入了老年阶段,六十岁以后,切记不要做以下六件事,一定会让你受益匪浅。 一,不要太逞强,年轻时心高气傲,做啥事都不服输,这是好事,但到了老年,要接受自己的衰老,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事,心再高,也得落下来,气再傲,也得静下来,该服输时就得服输,不逞强表现在两个方面,一是在心理上不逞强,不攀比,别人有钱是人家的, 别人的孩子有出气,也是人家的,别人住大房子,那是人家有实力,六十岁过后,各方面基本已经定型了,要面对现实,接受自己的平凡,二是在体力上不逞强,六十岁过后,身体机能逐渐减弱,好汉不提当年勇,不要把自己当成年轻人,干活要在力所能及范围内, 鞋子上去了,脚上不去了,这就是事实,要认老服输,二,不要太要面子,年轻时能挣钱,你请我,我请你,整日迎来送往,谁家有个大事小情,捧场撑门面,下班没事撒一群俩一伙的喝点小酒,侃侃大山,然后到KTV喊几嗓子,六十岁过后, 拿着不多的退休金,节俭的过日子,就不要死要面子活受罪了,非必要不要到大酒店硬撑门面,一个月退休金没了,可随可不随的分子钱,仔细考虑一下是否该随,但欠人情的除外,到了老年,钱比面子重要,有病上医院, 看你手里有没有钱,而不是看你面子,面子在前面前一分钱不值,不过再强调一句,做人礼尚往来到啥年龄都是需要的,欠啥不要欠人情, 只是不要打肿脸充胖子,为了面子花冤枉钱,三,不要对自己太小气,自己都不善待自己,还期望谁对你好,有的老人本来退休金就不高,惦记这个,惦记那个, 唯独心里没有自己,给儿子,孙子花钱毫不吝啬,往自己身上花一分,都舍不得,殊不知,年轻人的好日子还很多,而老年人的余生却是有限的,今日不享受,等待何时,有的老太太为老头舍得花钱,买酒,买烟,出门打扮利索的,自己舍不得往自己身上花钱, 殊不知,老太走在了老头前面,不长时间,就会有年轻的女人,住进你辛苦操持的家,花着你辛苦攒下的存款,四,不要太较真,有的人性格执拗,爱钻牛角尖,凡事都想弄出个子五毛友来,这样的人性格很偏执,年轻时就不行,老了更不行, 六十岁以后的人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事,阅历丰富,已经到了处事不经的年龄,凡事秉承近人事,听天命,顺其自然,欲是宠辱不惊,传道桥头自然直,儿孙自有儿孙福,不然着急也没办法,急火攻心,很容易闹出悲剧,凡事别较真,想开,看开,尽力了就好。 五,不要闲吃萝卜但操心,有的人一辈子就是操心的命,年轻时操心,老了还操心,好像不操心,这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,过了六十岁的人就安安静静过自己日子吧,儿女不婚,你操心也没用, 儿女家的小日子,你越掺和越乱,小两口闹矛盾,床头吵架床尾河,老人一掺和,事情越闹越大,不但没帮上忙,反倒帮了倒忙,到了老年, 不操亲戚的心,不操两旁世人的心,尽量少操儿女的心,实在没事干,帮儿女带带孩子,做做饭,只干活少说话,最好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,吃喝完,咋潇洒咋活。 六,不要对老伴太苛刻,少年夫妻老来伴,一辈子苛苛绊绊都过来了,啥毛病都见识过了,到老了还有啥容忍不了的,邋遢就邋遢吧,抽烟就抽吧,愿喝酒就喝吧,年轻时都没管过来,老了还想把这些臭习惯扭转过来,这不是跟自己较劲吗? 说到了,劝过了,给予足够的关心了,就问心无愧了,其他的顺其自然吧,缘分长就多陪伴几年,其余的就自求多福吧。 这么大岁数了,什么不懂,六十岁开始就开启了人生的第二春,要珍惜退休后的悠闲时光,多做有益于自己身心健康的事,享受生活,愉悦身心,平安顺遂, 健康长寿,过了六十岁之后,请记住做到,四不留,活得会更加潇洒自在,想要生活得轻松愉快,最好的做法就是断舍离。 人过了六十岁以后,一定要尽量地去追求简单的生活,要明白,断舍离,对于生活的重要意义,该留的东西,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去珍惜,留在身边,不该留的东西,我们要坚决地舍去,生活才会更加地潇洒自在。 过了六十岁之后,请记住做到,四不留,活得会更加潇洒自在。 一,不留,烦恼,在心头,人过六十,一定要学会去好好调节自己的情绪,不留烦恼在心头。 试想一下,每天睡觉的时候,你脑袋里面还在想着很多复杂的事情,还在想着说很多问题还没有去解决,你肯定会焦虑地睡不着觉,影响到自己的睡眠。 那么第二天醒来,整个人都会昏昏沉沉的,影响你一整天的精神状态。 所以,每天晚上睡觉之前,记得,清空,自己,梳理好情绪,不留烦恼在心头。 其实是很多的烦恼都是人自找的,我们也不要去纠结太多的事情,我们能做好的事情,尽量去做好。 如果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,我们也不要去操心太多,徒增烦恼,毫无意义,二,不留,多余,的杂念。 什么是多余的杂念呢?为什么说人过了六十岁之后,就不要留有多余的杂念? 要让自己的内心保持清静呢?其实能够活到六十岁,人生也经历过了很多的岁月,要学会去看淡一些, 接受不完美的自己,不要想太多了,这里的,杂念,可能是对于金钱的欲望,也可能是对于生活的不满足,等等,每个人的情绪都是复杂的。 尤其到了这个岁数,内心经常是五味杂陈。 很多老人会想很多,有的纠结于自己的过往,有的会感慨自己老了,不中用了,陷入到悲观的情绪中, 所以说六十岁后一定要去除杂念,让自己的内心保持清静平和。 其实我们回想一下自己的一生,再苦再难的岁月都熬过来了,哪怕对于自己目前的生活可能会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, 也要去接受现实,去面对现实,好好地生活,活在当下。 三,不留,欠下的人情。 过了六十岁之后,我们要去回想一下自己的过往。 如果以前欠下了一些人情往来,我们要去归还,不留人情,也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加心安理得。 比如,我退休之后,就把之前欠了同事的人情一一地归还。 该请吃饭的请吃饭,该随分子钱的,要记得随回分子钱。 如果有欠款未还的,要记得及时一分,不差地归还给债主。 归还,人情,是为了退休后,心里没有任何负担,淡化社交,可以享受清闲的生活。 四,活出自我,不留遗憾。 最后一点,就是要活出自我,不留遗憾。 过了六十岁,我们也已经进入到了退休的生活,那么就好好地去做自己,好好地去享受生活。 以前工作的时候,每天都要看人的脸色办事,现在我们已经退休了,那么就要顺从自己的内心。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,就多去尝试。 自己没去过的地方,就走出去看一看外面的风景,让自己的人生不留遗憾。 人生得意须尽欢,末使金尊空对月,人生其实也就短短的数十载。 一眨眼就过去了,回想自己的一生,真的充满感慨,岁月不饶人,如今病微霜,是否还能西北望射天狼。 所以,趁着现在身体还行,尽情地去享受人生最后的黄金岁月吧。 让自己的人生不留遗憾,人过六十岁,怎样安排晚年生活,才能过得幸福快乐些,来听听过来人的经验。 人过六十岁,如何安排好晚年生活,是一些退休以后的老年人,都在注意思考的一个问题。 但是由于个人状况不同,感受和体会也会不尽相同,想法可能更是各异。 老王是五十五年生人,退休离开岗位已经多年了,根据老王个人的体会,谈几点看法。 第一,退休以后,如果钱够花的话,就不要再出去折腾了,给人家打工也是挣钱不多,没啥意义了。 还是好好安度自己晚年的生活吧。 老王是2015年退休,2014年6月份在二线期间就不上班了,结果误上了业余乒乓球教练这一工作,一干就是六年。 后来因为老妈妈有病回去照顾,也是实在不想干了,就一直没有再捡起来。 第二,现在还有人找老王帮忙教练乒乓球,老王都婉言谢绝了。 第二,人过六十岁,身体各方面的机能肯定一天比一天差了,已经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,一些身体上的各种毛病开始找上门来了。 所以,进入老年人社会,身体健康,快乐生活,移养天年,是第一位的,名利地位金钱美色,等等其他东西都应该放下了,要经得起各种诱惑。 第三,要想过好晚年生活,一定不能,躺平,混吃等死,要安排好自己的业余文化生活,也要接触社会接触人,建立起自己的朋友圈,多和其他老同志沟通交流。 可以把自己的一些业余兴趣爱好捡起来,琴棋书画,能歌善舞,旅游观光,各项体育运动项目都可以,最常见最方便的就是六弯散步了,随时随地地进行,要想锻炼锻炼大脑,可以读书写文章,譬如,可以刷手机写点东西,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